你为我落泪 你我伤悲 放不开刻骨铭心的滋味 缘缘无端的相似化成 这一刻的心声 这是三十年前张国荣最为凄美的一部影片 虽然披着恐怖片的外衣 但那荡气回肠的爱情却让无数观众落泪 杜云烟是地主家的千金 与歌剧明觉宋丹萍相爱 两人情投意合本是一对神仙眷侣 然而云烟的父母却要强行把他许配给高官家的赵公子 云烟不肯妥协 偷偷跑来剧院听戏 没想到赵公子带着家丁来到剧院闹事 只是宋丹萍名声响亮 来听戏的又都是他的粉丝 赵家的人很快在场观众合力赶走 两人表面看似搬回一城 却不想这阵位悲凉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回到家的云烟一进门 就被父母强行关了禁门 只等三日后大婚 忠心耿耿的丫鬟偷偷拿来指笔帮两人传递信件 云烟在信中约定晚上和宋丹萍一起私奔 可天意弄人 丫鬟来到剧院时怎么也找不到宋丹萍的影子 无奈之下只好把信托付给守门大人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转交给宋丹萍 可大爷只当这是狂热粉丝的来信 转手便扔到了信堆里 宋丹萍没有收到至关重要的讯息 云烟的出逃计划也被小次发现 帮他的丫鬟被打断了腿 他自己则再次被狠狠扔进柴房 孤立无缘之际 耳畔又传来了剧院大伙的消息 原来赵公子借恨那日砸场子吃得亏 竟然派人放火烧了剧院 宋丹萍葬身火海的消息很快传来 云烟灯是肝肠寸断 一对有情人就此阴阳两个 心灰意冷的他顺从父母的意愿 嫁给了赵家的公子 可新婚之夜却被他拳打脚踢 只因为云烟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爱人 包括那个年代女子视若珍宝的珍姐 云烟被赵家退婚了 杜家感觉脸面无光 竟然决定举家南迁 将这个女儿留下自生自灭 只有忠心的丫鬟还念着她的好 拖着瘸腿工作养活两个 而云烟在种种变故的打击下变得疯疯癫癫 每逢月圆之夜 她都会来到烧毁的剧院 等宋丹萍对线承诺接她离开 这一等就是十年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 似乎只有云烟被困在了十年前火灾的夜 而她不知道的是 被困在那晚的并非她一个人 一场大火 将京城最有名的剧院烧成了灰烬 红极一时的歌剧明灵也葬身火海 从此每当月圆之夜 人们便能听到哀伤七晚的歌声从剧院传来 久而久之闹鬼的消息也传遍了京城 然而这天 荒废了十年的剧院等来的第一批客人 他们是来北漂的剧团 因为资金拮据只能来这座荒废的剧院寻找出路 可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 剧院阴森破败的样子还是令众人心深含义 只有一个叫维青的男人被满目荒凉吸引 正当他看得入神时 一个红衣女人却从舞台上飘过 维青好奇地跟上去一探究竟 却差点从年久世修的楼梯上跌落 看门的大爷将他救下 他也因此得知了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杜云烟与宋丹萍的凄美爱情深深打动着维青 他决定跟随宋丹萍的脚步 将歌剧唱出点名堂 可剧团虽然草草修整了这座剧院 那万人空向的盛景却难以复显 维青一行人的表演功底虽然深厚 老套的剧情却让观众深感乏味 渐渐的剧团开始迈不上作 情况也开始入不敷出 在同事们纷纷放弃另寻他处使 维青却不愿放弃 仍旧每日勤肯排练 这天他在练习时 一块镜片从楼顶落下 引起了维青的主意 他小心翼翼地实践而上 在楼顶发现了一个全身背部包裹 你说 我就是宋丹萍 他自爆家门 声称自己便是十年前葬身火海的名角 接着又扔给维青一本卷种 正是当年红遍京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本 在宋丹萍的帮助下 维青彻夜研读剧本 组建起了这出新剧 然而到了真正演出的那天 他却依旧定不下心思 他没有宋丹萍那样高超的唱功 高超部分始终无法很好地展现出来 到了台上 他依旧心绪不定 正在维青惶恐不安时 背后却传来了洪亮有力的声弦 他知道这是宋丹萍在默默帮忙 演出最终大获全盛 维青也借着宋丹萍在世的名声一炮而红 然而他那以假乱真的演绎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便是中年赵公子 此时的他已经凭借着家族的权势 成为了当地的高官显贵 还看上了维青的女朋友兰迪 于是费尽心思讨好维青 维青自然不愿意将女友相让 愤然从饭局离喜 回到剧院练习唱功 悲愤交加间 竟然将高音唱了上去 唱得真好 红衣女人扶掌赞叹 她正式封了十年的杜云烟 你不会觉得我在模仿宋丹萍吧 那怎么会呢丹萍 维青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冲上阁楼质问宋丹萍 原来一切都是教义 叫我成功名 就是让我叛成你 你既然没有死 为什么不去见他 宋丹萍没有说话 而是摘下围在头上的斗毛 一张满是疤痕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 原来当年赵家父子不仅放火烧了剧院 还用硝酸毁了宋丹萍的脸 他虽然侥幸被看门大叔救下了性命 可天之骄子一招被毁 高傲的兴气也被彻底夺取 这十年来 他无数次想过去死 可为了云烟 他不得不苟活于世 成为一个只敢在黑暗中折服的怪物 宋丹萍苦苦哀求维青 拜托他代替自己照顾云烟 可爱是无法替代的 望着维青和云烟相处的经历 宋丹萍终究无法抑制心中的思念 踏出阁楼看了心上人一眼 两人之间隔着窗户 可电光火时间 风踪颠颠的云烟 还是认出了昔日爱人的样子 此时惊雷乍响 望着自己被毁的容貌 宋丹萍还是狼狈地落荒而逃 云烟则奋不顾身地起身追赶 却倒在了赵公子报复的枪眼之下 宋丹萍愤怒地冲上马车 狠狠掐住了赵公子的脖子 最终将他给绑了起来 这一次他不再沉默 顶着可怕的容貌站在了台上 揭穿了当年赵氏父子的恶行 十年冤暗在此刻沉冤的血 宋丹萍也终于可以放下戒地地找到云烟 此时的他已经双目失明 却依旧能在瞬间与他相认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值得庆幸的是 跨越生与死的距离 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彼此